俄媒代二號是引述 烏軍總司令紮陸日內的文章 稱俄烏衝突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基輔想在前線取得突破的話 其中一大阻礙是俄羅斯在 航空和電子戰方面的優勢 紮陸日內就承認 烏克蘭武裝部隊的反攻 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目標 俄方在戰場上也沒有取得徹底勝利 我們一起來看本台記者 在敦巴斯中線的戰場觀察 星期四 在遁捏刺客的戰線上 俄羅斯武裝部隊在援火的資源下 繼續在馬林卡 佩爾沃麥斯基 以及阿富迪伊夫卡以西的定居點 塞維爾內 還有通往阿富迪伊夫卡的南部通道 進行了火力的突擊行動 烏克蘭武裝部隊在阿富迪伊夫卡 焦化廠以北的廢料堆地區 也進行了反擊 俄軍在當天攻擊的行動中 是從阿富迪伊夫卡的北撤和南撤進行 俄軍也宣布 對焦化廠進行了火箭彈 和巨型航空炸彈的襲擊 並摧毀了烏軍一個地下的彈藥庫 目前 俄羅斯軍事人員 正在加強鞏固阿富迪伊夫卡 北翼鐵路線地區 以及阿富迪伊夫卡 北郊的焦化廠附近的陣地 如果烏軍失去了這條戰線 這將可能導致烏克蘭武裝部隊 在整個阿富迪伊夫卡集群的崩潰 據悉 烏軍的前線指揮部 目前已經撤出了阿富迪伊夫卡的中心城區 烏克蘭軍隊在這個區域的 目前的集結 也是大兵力 大兵團 可以看到我們在這個區域的速度 車速都相當地快 烏克蘭軍隊還是零星地 向這個區域進行了一個射擊 包括派出一些零星的小分隊 對這個區域實施一個騷擾 當天 在巴赫穆特的方向 俄軍繼續利用阿富迪伊夫卡部分 烏軍人員撤出直擊 將巴赫穆特西南郊的克里西伊夫卡 以及安德利伊夫卡地區的烏軍 逼離了鐵路線 俄軍的突擊隊在巴赫穆特北郊的 比爾霍夫水庫地區也進行了挺進 並拓展了進攻橋頭堡的陣地 周四 在赫爾松克里米亞方向 烏克蘭武裝部隊在炮火的資源下 繼續向赫爾松左岸的波伊瑪 佩斯卡尼夫卡以及克里諾斯地區 發起了攻擊 在當天烏軍最後一個列出的 定居點的控制中 烏克蘭軍隊設法在一定程度上 擴大了赫爾松左岸橋頭堡的陣地 俄羅斯武裝部隊在當天的遠程火力中 也襲擊了赫爾松 薩多沃伊 波尼亞夫托夫卡以及特亞金卡地區 星期四 有波蘭的記者指出 目前俄烏敵對軍事行動的主動權 已經完全落入到俄羅斯的手中 只有業餘的人士才能夠否認這一點 正如烏軍的總司令 扎盧日內在當天文章的撰文中承認的那樣 烏克蘭軍隊反攻目前已經陷入了停滯 當天烏軍的總司令 扎盧日內也撰文指出 如果看看北約的教科書 和烏軍所學的數學 那麼四個月應該足夠能夠抵達克里米亞地區 並在克里米亞縱深的地帶進行了作戰 當下俄烏兩軍的 切豪的消耗戰的最大風險是 它可能會持續數年 並慢慢削弱烏克蘭國家的實力 富豪衛星 盧玉光 伊萬 拉曼 烏拉特 對你此刻的報導